今天小燕在横店看到了景田和冯绍峰参加卓卓风流剧组开机宴 当晚景田与冯绍峰坐在离讲台较近的桌旁 景田戴着牛仔蓝色棒球帽和身旁的人聊着天 冯绍峰则转过身 认真听着演讲台的工作人员发言 那不太清晰的下额线和线条明显的双下巴 小燕想问一句冯绍峰老师是不是胖了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cue景田和冯绍峰俩人上台讲话 景田和冯绍峰大步走上演讲台 拿着话筒讲了几句随后景田带着一脸甜笑 和冯绍峰一起走下演讲台 回到座位上等待开席